担惊解放军春节突袭 台军春节战备 台军自星期二起连续举行多项春节战备操演 国防部发言人称这是为了让民众安心过个好年 但你五巨统真能让岛内百姓安心吗 针对蔡英文日前承认无同可能 大陆国台办1月31日回应说 台独鼓噪公投修宪 挑动两岸敌意 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当前两岸关系出现的不载严峻的局面 责任完全在台湾当局 台湾国防部邀请到内外媒体参观春节台军加强战备情况 据台湾联合宝1月31日报道 1月30日陆军与空军的演习课目分别在花莲及台东实施 其中陆军在花莲的反突击课目 想定情况是300名敌方特工利用春节连续假期 伪装于捞作业企图以海空渗透突击方式夺取花莲港 台军发现敌方意图后 动员装甲兵、机械化步兵和炮兵 并在超级眼镜蛇攻击直升机空军F16战机掩护下 殲灭入侵敌军 台媒称 想定情况与来自东边的海空威胁相关 显示解放军机舰进来频频 要导远海长航对台方造成一定压力 之前引发展三峡大坝风波的淡江大学学者苏紫云称 台湾军方在花莲举行军事操演 有其重要意义 因为港口的防御难度很高 大陆军方不只能以雨传掩护 更可能通过客轮进行突袭 这是比较大的威胁 他称 台湾军队经常举行训练或操演 对于民众的感受很重要 也算是一种心理战略 同时向大陆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 联合报称 东南空域是进来解放军军机远海长航操演中 最常切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所在 花东外海太平洋 距岸不远就进入深水区 适合潜艇活动 因此台空军1月30日下午在台东制航基地操演 特别强调其他基地前来转场支持 至于制航基地本身配属的F5战斗机 具有对空与对地的打击能力 可以在飞行中奉命就近监控大陆军机 1月31日 台湾战备操演举行海军场 安排由192舰队进行反水雷操演 想定状况是早清左营高雄外海的水雷 替船舰开辟安全航道 此外 台国防大学发布的为参加敦牧远航的政战学院学生 举行欢送会的照片显示 政院升穿的是海军短袖 而目前只有南半球是夏季 此举披露今年海军多目目的地为中南美洲 联合新闻网1月31日分析称 蔡英文已访问过大洋洲 再度出访必然选定中南美洲或加勒比海 在海外与海军多目远航训练支队会合的可能性大增 此举也是为了修补与邦江亮起红灯的多米尼加的关系 针对春节战备 台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称 解放军近来加大了对台湾的威胁 台湾军队必须做好战备 尤其要让民众安心过个好年 不过民众可不这么安心 有网民称 民进党经常制造选情舆论来恐吓人民冲高选票 过去很成功 但现在台湾人民不像几年前 民进党还用这个救手段 起不了大作用 还有人直言 台湾在演习也打不过 而且越打越没有筹码 以武剧统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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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